另一方面 以色列星期一通过了一项法案 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 在以色列境内运作掀起了争议 国际社会担忧 这项立法会让加拉地带的救援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就连盟友美国也不认同这项立法 进动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 在社媒X平台发文 谴责以色列这项立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同时也违反以色列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称这项法案史无前例 组织强调如果国际社会放任这些法案 那么将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组织被削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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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